大家好,我是莫小五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最简单的酱香饼做法 这种做法非常简单 吃起来口感也是比较脆 咱们吃起来也特别香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炒酱 还有薄面的一些技巧 以及咱们在制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小问题 我先准备低筋粉150克 稀一点的油酥准备30克 准备温水90克 洋葱丁、蒜丁适量 准备一勺豆瓣酱 然后咱们起锅烧油 把油烧热之后放入洋葱和蒜丁 炒一下把它爆出香味 这样咱们吃起来就会有蒜香味在里面 然后把酱放进去 继续翻炒 翻炒之后咱们稍微加一点水 稀释一下里面的咸味 酱炒好以后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稍微给它做个简单的调味 但是不要放盐就OK了 酱料炒好之后咱们放到一边晾凉 咱们开始和面 和面的时候不需要加任何东西 直接加水就可以了 加水的时候还是分次加 这样比较好控制 面和成团以后 咱们给它揉的没有窝水现象 然后包起来饧面15分钟 面饧好之后 要比我们刚活好之后更软一些 这样的状态咱们就比较好擀 然后直接放在案板上稍微给它揉一下 这是做面食的一个基本操作 基本上咱们揉一下 做出来它就会比较光 稍微揉一下之后 咱们直接按成饼状 稍微压一下 用擀面杖擀一下 咱们可以用做手工面的方法 给它擀得厚薄均匀一些就可以了 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要求 然后擀好之后呢 咱们直接把油酥滴到上面 油酥的量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把它铺匀就够了 铺的太多的话 咱们做出来它会有一些面渣在里面 然后从中间给它改一刀 直接卷起来就可以了 咱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只要是把它卷起来 不让它漏油酥就可以 擀好之后 直接按成饼状就可以了 这里就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只要不让油酥漏出来 用手稍微给它压一下 压得平一点 这样咱们擀制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好擀 这次擀制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稍微给它擀的薄一点 这样咱们做出来之后呢 它外面就会比较脆 也会有一些层次 做好之后 直接放到电饼厂里 然后盖上盖子 开中小火焖三分钟 开盖后翻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把它煎的两面上色均匀 就可以了 好之后它外面比较脆 趁热 咱们把酱抹在上面 然后呢 就改刀切成小块 就可以吃了 这个做法呢 对于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什么难度 大家只需要注意 和面的时候 和的稍微软一点 然后酱料呢 一定要把它咸味 给它去掉 不要太咸 这样咱们做出来 就会比较好吃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帮我点赞 分享 想要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